我们今天来讲惠州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 邓岩达 蒋介石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他一生中有一个特别佩服的人 但是也遇到过两个让他内心里真正感到恐惧的人 这两个让他感到恐惧的人中 第一个就是我党的教员 而另外一个让蒋介石感觉很恐惧的人 就是邓岩达了 然后今天我们就讲讲 这个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中好像没怎么听过的人物 为什么邓岩达这么厉害 邓岩达其实也是惠洋人 跟我们之前讲过的邓仲元将军算是同一个宗族的 如果论对份的话 邓仲元应该算是邓岩达的族书 也就是叔叔辈的 邓岩达出道非常早 他14岁就加入同盟会了 而且很早就在保定的陆军学校毕业了 并且邓岩达这个人他是非常聪明 个人能力也是超强的 我们都知道老蒋之所以能出头上位 其实他的核心盘就是黄浦军校的这些学生 因为老蒋大家都知道他当过黄浦军校的校长 而在黄浦军校筹备之初 其实当时是有七个筹备人 邓岩达就是七人之一 在黄浦军校成立后 邓岩达也当过黄浦军校的教育长 在黄浦军校的体系里边 邓岩达同样是一个非常受尊敬的人 后来孙中山去世以后 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基本也就分裂 事成水火了 邓岩达就是反蒋的这个主力先锋 在当时邓岩达是公认的国民党内 个人能力最强 同时也是最有才华的这么一个人 关键是这个人还很年轻 所以这个就很厉害了 为什么说蒋介石比较惧怕这个人呢 就是邓岩达在黄浦系里边 是有着超级大的影响力的 这就可怕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黄浦就是老蒋的基本盘了 我讲两个当时能够代表 邓岩达能量的这个事件 国党的三届二中全会时 邓岩达是率众 直接就把老蒋的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 就给罢免了 然后邓岩达就是把一些关键的位置都选上了 当时邓岩达和老蒋都成立了一个 黄浦的这个学生会 就有点像是一个当时的会员组织 然后结果呢 就是邓岩达的这个学生会呢 居然吸收了超过5000人 而老蒋的那个呢 一共才3000人 这里边你就能看出来 两边的这个影响力了 而邓岩达的这个学生会里边呢 就包括后来成为老蒋的 在解放战争时的最得力的这个帅才杜玉明 不过在当时杜玉明其实是寓于不得志 根本就没有出头之日的 邓岩达算是杜玉明的一贵人之一吧 正是因为邓岩达的介绍 就是杜玉明后来去了张志忠将军的部队下园 然后一步步开始展露头角 后来邓岩达在上海又成立了一个新的 国民革命历史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呢 后来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农工党了 也是目前我们国家承认的政党之一 随着邓岩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时呢 老蒋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威胁 然后呢 在邓岩达有一次是在上海进行这个工作会议的时候呢 下面出现了一个叛徒 然后老蒋就派人到上海 把邓岩达秘密抓捕了 我们前面说过 邓岩达在黄埔的这个师生中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就在这个把邓岩达押送南京的中间这个押解途中呢 其中有一段行程呢 是有一位是邓岩达的学生负责押解他 当时呢 这个学生其实是愿意冒着生命危险 想把邓岩达放走的 但是呢 邓岩达拒绝了 当时邓岩达的想法就是呢 他觉得蒋介石不敢杀他 当然了不排除这里边 他也不希望说 他的学生为此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 因为当时的这个国党的斗争风格呢 其实很少会到达说 你是我活的这个地步 比如说老蒋一生中呢 跟国党内部 比如说胡汉民汪精卫斗过很久 对面的这些人呢 很多都另立过国民政府 包括一生中跟老蒋斗得很凶的军阀 比如说包括贵系的李中仁白冲喜 包括阎锡山冯玉祥等等呢 其实都在战场上跟蒋介石的部队曾经打的 你死我活过 但是一旦分出了胜负 对方通电下野 表示认输之后呢 基本也就都不再追究了 邓眼达在蒋介石秘密抓捕 然后软禁到南京之后呢 其实也软禁了相当一段时间 老蒋一开始确实是不敢杀他的 而且在中间过程中呢 老蒋曾经多次找过他谈判 大概的意思就是 希望邓眼达能够归顺 只要他愿意跟老蒋一起干 他想要任何职位都可以给他 邓眼达这个人呢 是非常刚烈的一个人 他是坚持自己理念的 如果蒋介石不改变这个基本国策 他是坚决要反讲 后来呢 蒋介石就没办法 就提出了说 要不您出国吧 我保证你在国外 意识无忧 就去享受生活得了 就别来搅这条浑水了 当然肯定最后还是被拒绝了 然后蒋介石也拿他没办法 确实当时也不敢杀 后来就发生了一些事 就是局面在变化 一个是918之后呢 蒋介石面临着第二次下野的困境 他可能要暂时以退为进 离开权力中心了 第二个呢就是在软禁邓远达的这个期间呢 当时蒋介石手下有一个大将 就是陈诚 我们上期视频说过的 邓中元将军当年创建的 越军第一师呢 出了很多非常厉害的人物 其中就包括陈诚 也包括邓远达 陈诚是浙江人 就算是蒋介石的老乡了 跟了蒋介石之后呢 蒋介石也是把他当成 心腹的嫡系 而且呢 蒋介石为了拉拢陈诚呢 还把自己的干女儿嫁给他了 所以陈诚也算是蒋介石的半个女婿 这个关系大家就知道有多近了 在软禁邓远达期间呢 陈诚是多次的请求蒋介石把邓远达放了 邓远达和陈诚都曾经在邓中元的 约军第一师下面公事过之外呢 两个人其实都是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的 邓远达算是陈诚的学长 而且在黄浦军校的时候呢 邓远达也是挺照顾陈诚的 这里边算是有一点点知遇之恩吧 所以陈诚对邓远达一直是非常崇拜 也心怀感激的 所以陈诚屡次为邓远达求情 这件事导致的结果 就是真的让老蒋感到内心的恐惧了 因为陈诚是他自己手底下很信任的大将 那老蒋会觉得说 我的基本盘就是黄浦的这些人 然后现在黄浦的大部分人呢 也非常拥戴邓远达 然后这个人反我呢 又反得如此之强烈 而且没有回旋余地 再加上呢 老蒋很快要下野 离开权力中心一段时间 如果说这个时候他走了 那邓远达会顺理成章 马上就变成国民党的领袖了 那老蒋以后说想再回到权力中心 从长大权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小了 这就是最可怕的一点 老蒋虽然知道杀邓远达呢 会冒天下之大不为 但是既然事已至此 再怎么硬着头皮 也必须不能留下这个人了 所以呢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 最终邓远达被老蒋秘密杀害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宋庆龄也多次努力 去营救过邓远达 当时老蒋呢 意思就是必时就轻 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就是关他一下 吓唬一下会放的 当最终宋庆龄知道这个邓远达遇害之后呢 专门从上海跑到南京 当面跟老蒋大吵了一架 现场把桌子都掀了 是真的把桌子都掀了 当时就把老蒋都吓梦了 赶紧就跑掉了 没敢再见宋庆龄的面 邓远达死后 当然国民党的左派就日渐示威 老蒋就不论从军事还是政治上 就真正掌握了大权 邓远达呢算是国民党 历史中呢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 他的做事风格其实跟后来的我党非常的像 就是他本身是农民出身 非常注意发展群众运动 他的理念呢也认为说 中国的基本盘其实就是工人和农民阶级 这里边就可以说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花絮就是呢 在1926年时就国共合作还算是比较顺畅的时期呢 当时教员其实也在国民党工作过 而当时在武汉 教员呢还曾经有一段时间当过邓远达的副手 教员和邓远达都在这个湖北湖南进行一些农民运动工作的调研 然后呢两个人的理念其实还是比较吻合的 这个期间呢跟教员也就算是合作愉快了 而且教员在这个期间呢也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 就是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总结 这个也对教员以及国党以后的农民运动工作 其实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邓远达跟周总也有过一段很好的这个合作经历 第二是北伐期间呢 当时蒋介石是北伐军的总司令 那个时候呢邓远达是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 邓远达在这个鼓舞人心 包括搞宣传搞民众运动这方面呢 是一个能力超强的人 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周总还有我们的聂帅 包括郭沫若都曾经在邓远达的手下 或者以合作关系和邓远达共事过 讲到这里呢关于邓远达究竟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 相信大家也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 最后聊两个算是小花絮的东西 也包括我的一些个人感受 我在看完邓远达的这个生平之后呢 其实是有一点感慨的 所以呢某种角度上来讲呢 其实还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 因为邓远达这个刚烈的性格 也算是他最终被老蒋秘密杀害的原因之一吧 大家现在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成年人了 在经历许多人生世事之后呢 其实你会明白说能做到邓远达这么高地位的人 然后还始终能保持着这么坚定的理念 而且这么刚烈的性格呢 其实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 在我们建国之后 邓仲元将军和邓远达也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然后我再说第二个小花絮 就是当初出卖邓远达的这个叛徒呢 名字叫陈静哉 这个人出卖邓远达之后呢 就在国党那边领了一些赏钱 然后开始隐姓埋名 之后呢 其实邓远达的这些老部下呢 也曾经找过一段时间 甚至中间也派过两个特工 去想找到这个人把他灭了 但是呢 最终还是被这个人逃脱掉了 一直到建国以后 50年的时候呢 当时农工党的领导人写信给周总 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人应该还在国内 希望能把他找出来讨回公道 这也算是周总亲自杜办的一个案子 最终在江西景德镇 把这个人又找到了 然后墙壁了 也算是最终还了邓远达先生一个公道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连续降了两天的温 今天终于出太阳 有一点点回暖了 今天的股市也不错 祝大家都能够心情愉快 谢谢大家